北京时间10月18日结束的NBA一场焦点比赛 主场作战的休斯顿火箭队在内线被升职的不力行驶下 半场就被提湖队甩开分场 虽然最后一节奋力追赶 道路纳前三节挖下的坑太深 最终以112比130一输给了提湖队 遭遇开门黑 在这场比赛中火箭队仅有一个卡佩拉内线的情况下 生生被农梅戴维斯生吃 完全处于假风 而当卡佩拉被换下时 火箭队的小个阵容更是惨不忍睹 那段时间火箭队的小个战术简直就是在增月 内线被有身高的对手生吃 最拿手的三分投射又打不出来 这样的火箭队凭什么去争挂 本场比赛 金湖队并没有因为走了考心思而内线受到影响 相反 金湖队开场时的战术目的性更加明确 那就是围绕着龙梅戴维斯做文章 进攻上 因为拥有身高优势 龙梅几乎就是生吃假佩拉 当火箭队采取包夹的方式防守龙梅时 他又会把球分出外来 而恰恰几乎对开场时手感上加 命中率很高 就此 在进攻上 几乎队完全占据上风 而在防守端 龙梅的移动能力和身高优势 更是让甲佩拉一筹莫展 纵使哈登连续要求魏饼给甲佩拉 但都被龙梅拦截或盖掉 让甲佩拉几次吃饼都不成功 很大的打进了甲佩拉的自信心 更为可怕的是 龙梅内样统治力十足的内心优势 也让火箭队打不出信心来 他们擅长的外围投射 也打不出 效率 有甲佩拉在场 火箭的战术打不出来 内线被生吃 攻防两端都已经够烂 看到卡佩拉起不到作用 德安东尼随即撤下卡佩拉 想以小哥阵容抗衡提呼的中锋战术 结果是 毫无内线高度的火箭队打得更惨 龙梅在内线几乎没有对抗之下 他的侧应和掩护 彻底让提呼各个点都打开 比分就此越拉越大 看着火箭队上半场那样的战术 火箭球迷心里都拔凉的 因为 有甲佩拉的火箭队都已经那样被生吃了 但甲佩拉都被撤下时 没有任何高度的火箭队简直就是在自虐 半场就让提呼队拿下71分 可以想象火箭队的防守有多么烂 下半场第三节最后两分多钟时 龙梅下场休息一度让火箭队看到这感的希望 在戈登的连续冲击下 火箭队两分多钟时间 打出11比4的高潮 把分差缩小 然而 第四节让火箭队拿下两分后 提呼就打出一波高潮 把分差拉开到20加 让火箭队只能苦苦挣扎 最终 在内线站不到任何便宜的情况下 被提呼生吃的情况下 输掉了比赛 遭遇开门黑 解析火箭队本场比赛的表现 可以说 内线被生吃是一大原因 但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火箭队最依赖 也是最擅长的三本没有投出来 才是关键 因为上赛季 火箭队也有内线被生吃的时候 但他们总是能以一波三分语 带动掩盖内线的不足 而本场比赛 火箭队的三分投射 却是48投只有16中 三分打不开 内线又被生吃 怎么能不输 方式 都没有打不开 刀 下转